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有一个小孩子 那该多稀奇啊 爸 我也想要一孩子 那不是个意外吗 再说了 没准是天意呢 什么天意啊 都怪你那个邵泽 明明知道你怀孕了还不好好地照顾你 等他来了 我得好好地说说他 爸 这事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您就甭再提了啊 再说了 您好不容易来滨江一趟 别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好不好 你就知道护着他 还有你 这么大年龄了还不赶紧找一个 还等到什么时候啊 更不要说我要抱孙子了 爸 这又不是急的事 对不起 对不起 爸 真对不起 我迟到了 对不起啊 来了 爸 您这次来 为什么不时间说一声啊 能待多久啊 你们最近干得不错啊 又是流产又是污染的 让我在北德河疗养是心惊肉跳 我要是不来看看 你们这几个就要上天了 好久没有登高望远了 爸 站在这样的高度时间长了 人会晕的 就像在高位上待久了的感觉一样啊 爸的意思是 我看邵泽就有点日 你不应该晕 看问题应该全面一些 我觉得 你应该是清醒的那个 世凯啊 你跟观音从小在一块儿 一直到现在 应该说你比我还要了解他 你老实告诉我 邵泽这几年 跟观音关系怎么样 爸 他们俩之间的事情 观音从来也没跟我说过 他都那么大岁数了 这好多事情我也不好过问 应该说 他们还好吧 你还帮他们隐瞒 邵泽跟那个徐山的事 我在省城就知道了 爸 这事说起来也不能全怪邵泽 说正经的这几年 我在外头还真没有听说过邵泽有什么绯闻呢 要不是后来因为遇到徐山 哎呀 这事 要真说起来啊 渊源就长了 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大学的时候 就闹得很厉害了 其实那个时候啊 我是想让你跟观音的 我跟你父亲是生死之小 你从小就在我们家长大的 我觉得你跟观音是最合适的 可是观音这孩子也太任性 不顾一切的要嫁个邵泽 当然了 邵泽也是不错的 只不过是 对观音是敬重有余 热情不足啊 日子过得好不好 这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我这个当爹的 也是越来越无能为力了 爸 这过去的事 就别提他了 观音你是知道的 邵泽就是他的一切 即便邵泽有什么错误 他也不会去说的 我作为邵泽的长辈 又是观音的父亲 我有些什么话 也不便去说 爸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 你要我做什么 你帮我给邵泽提个醒 叫他跟徐山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要尽快的结束 要知道 现在看他笑话的人 甚至于 要看他垮台的人 是大有人在 爸 我会提醒他注意的 让他切记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明白 不真伤心 要不愿意 再去看看 可能不愿意 书上说目前中国的富豪群体 是一个尚不成熟的亚群体 在我看来 这个不成熟主要是体现在它的价值观上 有些人 以为自己有了钱就可以目空一切 真是浅薄之支 爸说得极是 在中国 我钱固然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价值 但也能够让人万劫不复 正所谓水能载舟也能富舟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凡事都要见好就收 一个人啊 如果是欲望无穷 又不能自律的话 总有一天他会帆船的 爸 您放心吧 我会照着您的话去做的 最近 你跟冠英怎么样啊 爸 您怎么突然想你问这个了 没什么 只是随便问问 我们俩挺好的 好就好啊 我可不想我们乔家 会出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有个老同志 他的儿女 前几天成天地喊着哭着 要闹离婚 真是不成体统 他一起之下 中逢了 现在啊 还住在医院 我老陆 人老一身都是病啊 明天我就回省城 现在我回屋里休息 我带您上楼吧 不用了 年轻人要珍惜 啊 昔英 早上起来你跟我说的那件事 我想了很久 我不想就这么分手 我不需要 民村失望的婚姻 昔英 你也不用碍于爸爸的面子 做违信的决定 不是 昔英 我真的想了很多 我们结婚十年了 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我知道 这段时间我对你关心得不够 你放心 以后我会努力地弥补的 我们去选择 啊 小羽 爸 赶紧坐吧 爸 你起那么早啊 小慧怎么下来吃饭呢 还睡着呢 现在年轻人啊 就喜欢睡懒觉 我们吃饱晚了 爸 你去喝牛奶还是喝粥 牛奶爸 好 吃完了以后啊 我就回去了啊 爸 您刚来几天呢 别着急 多住几天了啊 是啊 多住几天吧 您回去又没有什么急事 不行啊 你们天天上班 我一个人在家里憋得慌 我还是回去陪陪闻那几个老家伙 看到你们好好的 回去就放心了 爸 我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过日子 我就是死了 也安心了 爸 您看那人说什么呢 不说不说 吃饭吃饭 怎么样 嗯 这就是 非常的出色 真的啊 嗯 啊 施凯 那 你说我搬去跟你一块住好不好 为什么 哎呀你不知道 最近呀老有人骚扰我 哎 哎 那说明你是很有魅力的 你少来了 哎 我自从跟了你啊 别的人我谁都不理 哎 别别别 你别因为 因为我让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我都没良心的 哎 我跟你说真的啊 我最近住的那个地方吧 有人施工 我半夜里老辈他们给吵醒了 哦 弄得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的 你看看我 最近都瘦成什么样了 你看看 瘦 嗯 你不是这么想要的吗 啊 正好减肥啊 你讨厌呢你 哎 怎么样啊 我跟你说 嗯 我那个地方你只能偶尔去一趟 真不能长期住在那 我可以在别的地方 给你另找一处房子 嗯 不要 这多浪费钱呀 嗯 再说了 我跟你一块儿住 那不是给你省钱吗 哎呦 行不行行不行啊 我再给你买个首饰怎么样 真的 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 哎 好 快走走走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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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拍这些照片是什么意思啊 潘世凯身边的这个女人叫做萧兰 她是潘世凯的情妇 同时也是金海投资顾文贤公司的经理 怎么了 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这也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其实潘世凯才是这家金海投资顾文贤公司的幕后当家人 当初呢 她也就是利用这家公司在外面和你相互应和 加上乔管英的长盛公司 你们三家采取对销的方式控制股价 换句话说 海田高科的庄稼 就是你们海田内部的人 郭伟 我听着有些不明白 其实你没什么明白不明白的 你呀就是不愿意承认的 我跟你说 本来我是不想来找你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做过不光彩的事情 我呢是在看了你的公开道歉以后 觉得你这个人还是有可能会承认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能不知道吗 这些事情不是我做的 如果是我做的 我会毫不隐瞒的你全部告诉我 你说的很容易啊 这可是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啊 你会那么爽快地说出来吗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 你这个人是一个道忙安然的伪君子 你说的和做的完全不同 由此可见 你在报上的公开道歉 是一场令人呕吐的作秀 你 说中了要害是不是 陈少泽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揭穿你的面具 等着看好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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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小灰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行了 我已经受够了 还说什么要还我哥清白 全都是骗人的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是侦探啊 你刚才居然说什么 我哥昨天是一场令人呕吐的作秀 亏你想得出来 行了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我 好 小灰 感觉怎么样 感觉 陈小姐 人是不错 就是有点不拘小节 不拘小节 不拘小节 什么意思 就是有点太随意了 随意 你们上次到底怎么了 那天看电影 那天看电影她睡着了还打了一些小呼 打呼 盘总 小灰虽然不是那种传统的淑女 但也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啊 我想她是不是在试探你啊 试探 我想她是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成心跟她交往 才玩了这个小霸气 哦 是这么回事 那我听说她跟那个郭伟关系还是不错的 你这是听谁说的 我上次不跟你说了吗 这完全是那小子紧追不放而已 这完全都是青年人之间的胡闹 我们家人是根本不会同意他们的 这是不会让一个小报记者进我们家门的 所以你要继续啊 紧追不放 开开潘总 你看我 年轻人不要有一点挫折就放弃嘛 我再给你露个底啊 那小子最近和小慧吵了一架 小慧心里正痛苦呢 这个时候你得出击 好 我们一家人都是看好你的 到时候你要是成功了 海天高科 还有问题吗 行 那我们找个地方 好好喝上几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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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o 喂 你好 我找小灰 小灰 你的电话 不接 是博伟的 我知道 不想接 喂 喂 进来吧 小花 你干嘛不接人国伟的电话呀 我不想跟他说话 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 他竟敢那么说你太可气了 他这也是一时的气话 他这种行为不能原谅 我是觉得呀他还不错 跟我年轻的时候有些像 有骨子憧憬 正因为年轻 这看事情不够全面 做事情的时候呢有些偏激 这也是很正常的呀 你还替他说好话 我不是替他说话 我是觉得呀 这小伙子对你不错 做人也可以 再说了 我也并没有因为他而少点什么呀 我都原谅他了 你就不能放他一次啊 小花啊 看得出来 他对你啊是真心的 小花 有时候真爱千万不能错过 否则你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 della朝 诚实说 我YAN 跟他找到 你看到 这 发生了 马ius 才你 新婚 一 我 いた 已经 我们 傻丫头 你睡吧 我走了 我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小姐 你来了 咱们今天别去听医院会了 去划船吧 小慧 划船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走吧 停车 我要下去 你说什么 停车 我要下去 咱们不是说我要去划船的吗 我不想去了 那你不想划船 咱们可以去唱歌或者吃饭都可以 对不起啊 我今天哪都不想去了 我就想回家睡觉 要不咱们改天再约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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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花没拿 哦 不用了 你的花很漂亮 可惜不适合我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得让财务总监来一下 对 陈总 您找我 好 坐吧 最近一段时间的公司财务情况怎么样 都很正常 只是目前公司流动资金比较紧一点 你去整理一下 做一个公司财务分析报告给我 记者 不许有任何隐瞒 我要看真实的报告 这 怎么 有什么为难吗 是不是给潘总也说明一下 为什么 不用了 我只是自己看了 到时候我会跟她说的 好 请 可恶的过来 气死我了 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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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轮轮我 小贵 我错了 你原谅我 你哪儿错了 我 我也不知道我哪儿错了 但是小贵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都不知道你哪儿错了 我怎么原谅你 我 小贵 我不该去找你哥 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和你哥说话 我不该怀疑你哥 小贵 我知道你这是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多疑症 对对对 我是多疑症 小贵 这话从你嘴里头说出来 我就跟心情病一样 多疑症本来就是精神病的一种 你必须得引起重视 知道吗 我知道 我一定引起重视好不好 对了 你今天还有一个问题 又又怎么了 你明明看见别人开车把我接走了 你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说明你对我一点都不重视 我 太让我失望了 小贵 这样 以后啊 再遇到这种事情 我一定像 像只猎犬让我冲上去 把我的骨头给夺回来 怎么样 你说什么 谁是骨头 你是骨头啊 你说什么 你敢说我是骨头 别动手 别动手 你别打我 小贵 小贵 走 你扔了 你别打了 你扔了 你扔了 师可呀 这前一段时间 我们公司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很正常啊 公司的各个部门 运行的很有条理 这 没有什么别的情况 没有 你所指的别的情况 是什么 这段时间 我们海天的故书 票一直往下跌 有人怀疑是我们公司 在作装操纵鼓架 有这回事吗 我们又听说 这不可能吧 这不是诬陷吗 这对我们公司也就是损害的 那个萧兰是怎么回事 是我一个朋友啊 她是干什么的 她在一家公司做经理 她跟我们公司没什么关系吧 没有 没有 她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普通的朋友 loaded 这个 辛雅 我真的兼顾了 我从来 Woran 好 好 关陽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什麼日子啊 其實你知道啊 今天是咱們倆新婚紀念日 我呢想給你個驚喜 沒想到你還記得這個日子 我以為你早忘了呢 這麼大的事我當然記得了 真快啊 這一轉眼都十年了 嗯 對了 我託人呢 從法國給你帶來了一件飾品 你看看你喜歡不喜歡 謝謝你 關營啊 這麼多年來 我對你關心的實在是太少了 你放心吧 以後不會這樣 來 我們碰一下 好 我來 小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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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倆好久沒這樣了 哦 以後 我抽出時間來都陪陪你 嗯 來 電話 不去管 要不然你還是接吧 萬一城裡有急事呢 喂 喂 陳先生 徐小姐生病了 燒得很厲害 那趕緊不得去醫院啊 我一個人不行啊 你來幫幫我好嗎 哦 陳先生 您過來嗎 我 我 我馬上過去 好 好 要去就去吧 他發高燒了 那去吧 哎 管影 哎 要不咱們 一塊去看看他 我不去 那我快去快去快回 你不用多說了 你去吧 我 可以嗎 那我走了 我這個時候 你跑步了 你呢 趕緊 我來 我去 你去那你 你去那裡 你跟你說 我去那裡 好 好 程先生 怎么样 医生说主要是消炎退伤 可能还要留医院观察两天 喜欢李吉儿 继续 decreased 实际重 prol 这个 很 连栏 这 是不是 也是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小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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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就这样 再见 徐小姐 吃一点 好 就一点 徐先生 他怎么样了 烧基本上退了 就是不肯吃东西 来 给我 我来喂 小山 来 吃饭吧 来 挺花 吃了饭才有精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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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饭吧 来 来 来 再吃一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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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女人 你嫂子呢 她出去了 没说去哪儿了 没有 小山姐那儿怎么样了 明天就出院 那我去接她吧 太好了 正好我这明天有事 那我先去睡了 明天还得去医院呢 睡吧 赶紧睡 慢走啊 慢走啊 你怎么喝多酒喝呀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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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 让我看你怎么喝酒 酒呢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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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可能不 estar 小山陀才 富豪 富穆 富春 富rone 富 MIT 富 alleviate 富 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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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